我们来关注一下沙海林今天的行程 他下午会先参加台北上海学生体育节的活动 以及参访北市联合医院 而市长科文哲主办的欢迎晚宴 就在市府地下室举行 至于上海代表团 下榻的饭店还有双城论坛的主场地 都在金华酒店 就怕会有冲突 所以酒店外头一早就已经有大批的尽力部署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即将展开 这回由上海市统战部部长沙海林率团 一行人于11点05分抵达松山机场 稍作休息后下午2点在阳明高中 举行台北上海学生体育节活动 下午参访北市联合医院 晚上则是由柯文哲做东道主 宴请上海代表团一行人 双城论坛欢迎晚宴 原本设置在文华东方酒店 但是在上海市府的要求之下 临时改在市府地下一楼的原福楼白马厅 北市府今晚就要在这里洗开食物桌 每一桌要价是6到7千元 一个晚餐下来就要花费将近10万元左右 虽然晚宴的level降低 不过心意不打折 上海代表团停留的两天 都会入住金华酒店 而隔天就是重头戏 双城论坛以及各分论坛 也会在金华酒店的宴会厅举行 下午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大赛 晚宴则是由副市长邓家基宴请 不过这回是统战部部长来台 身份敏感 遭到不少政坛人士抗议 回安单位更是小心翼翼 就怕有冲突发生 金华酒店门口一早就有大批警力部署 而中华统一促进党也是早早聚集 酝酿气愤 等上海代表团一行人抵达之后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警方不敢大意 欢迎收看苏云宽王长楼台北采访报道